大家好 我是邱映的英子 看看我现在在哪里 我已经从平遥的古城出来了 准备明天去王家大院 本来是想住的 平遥古城里 后来一想 在平遥古城已经待了三个白天 两个晚上 在那里面 该吃的吃了 该喝的喝了 该赚的也赚了 该拍照也拍照了 完了差不多了 应该 我的建议 平遥古城 也就是两到三天 是最好的 你要想把每个地方 如果完遍的话 两天到三天 足以 时间太长了 也没有意义 时间太短了 我们就成走马观花了 我们既然来了 花了钱了 那么我们多多少少呢 还是了解一下 平遥古城的历史文化 尤其是在山西 这个静中 这一片 包括桥家大院呀 包括王家大院呀 包括那个平遥古城呀 他们都在附近 都不远 离桥家大院呢 就是有够五十公里 如果去王家大院呢 就是三十多公里 挺近的吧 那因为呢 桥家大院和王家大院呢 我都去过了 过去去呢 就是走马观花 这一次呢 我想去 既然来了吧 就好好的转一转 然后给大家呢 也拍个视频 自己在那呢 再拍上几张美照 王家大院真的是很大很大的 那可真是简称小与故宫的一个建筑 了解了一下啊 也有三百年的历史了 家庆年代吧 一直到明清三百多年 是两个兄弟 哥哥和弟弟 两个人 共同打造的这个王家大院 用了大概十五年的时间 感觉到不可思议吧 现在如果说是盖一个楼 或者是装修个房子 最多也就是一年两年 是吧 那么我们装修一个房子 长一点也就半年 快一点一个多月两个月 就装修完了 但是人家这个王家大院 就用了十五年的时间 打造了这个王家大院 有些人呢还跟我说呢 说 冰子 问我 说是乔家大院好呢 还是王家大院好 哎呀 这个真的 真的是 因人熬夜 真的没法说 有些人认为 乔家大院好 有些人认为 王家大院好 因为王家大院呢 他属于是官宦之家 是吧 世世代代的呢 人家都是做官的 那么乔家大院呢 就是 现在来说呢 就是做生意的 乔治庸 什么 标局呀 那个时候的 就像我们现在的银行一样 其实各有特色 他们的建筑的风格呢 你要如果看 还是乔家大院看着 奈看 那么王家大院看着 就有点 有点荒 就好像是 没有点绿色 你像乔家大院呢 挂着灯楼啊 什么的 苗的红红绿绿的 但是王家大院呢 就感觉到一种沧桑 毕竟他是年代 时间长了嘛 那个乔家大院 属于清朝的吧 是吧 其实呀 我们对历史也不是那么 那么研究的 主要我们出来王呢 就是 改善一下我们的心情 让自己呢 快乐一些 开心一些 退休了嘛 老在家里这么待着 也不行 就是出来以后呢 换一个环境 换一个住的地方 像我们这个年龄嘛 都是已经退休的 老人了 出来王呢 也就是 换换心情 啊 有时候换一种心情呢 也是 享受一下 各地的一些美食 有时候 换一个地方的住 啊 也能改善一下我们的睡眠 有些人说 一换地方睡不着 我恰恰相反 哈哈哈哈 我换一个地方 房二睡得特别好 为什么呢 因为你白天 你不断的在 呃 游往 是吧 身体也很累 所以呢 一躺到病馆里呢 一冲个澡 就特别想睡觉 你在家不一样了 你在家因为 老在家那么呆着 所以老就觉得 在家里就老失眠 这也是我愿意出去旅行的 一个原因吧 鱿鱼 哈哈 刚才 呃 出来 出去 本来这鱿鱼 在外面啊 就是吃饭 嗯 不是很方便 虽然说是啊 各种我们吃小吃 但是呢 真正的上了年龄 我们还是 有时候再做点 家里的饭菜 熬点粥啊 什么的 是吧 咱也不能一天老吃 吃这些外面的鱿鱼啊 什么的 嗯 尤其这两天 山西的这个面食 哎哟 把我都吃伤了 每天不是这个 油面呢 什么刀削面呢 这个小吃呢 这个小吃呢 都离不了面 面食 这就是 山西的面食文化 嗯 本来这次呢啊 还想去一下 湖口的瀑布 但是去不了了 我那个 口腔医院 给我 来电话了 说我 说我 种的这个芽 说给我做好了 让我回去 我 把这个芽种上 我这 哈哈 明天 找完王家大院 回来 在这个酒店 在这个酒店 再种上一晚上 后天呢 我就回北京 我会把这个芽 去安上 哈哈 把这些 都做利索了 啊 嗯 弄好了 这样呢 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呢 啊 就会 方便点 呃 出去玩呢 总是心里不踏实 现在我还在想着 等我把这个芽种完 我下一站去哪里呢 哈哈 我得慢慢的 好好的想一想 嗯 我现在就住的这个 小宾馆 嗯 这在平遥古城的外面 嗯 啊 这还有个小悠巧 嗯 啊 这还有个小房子 哈哈 我刚才就在这小房子里面 做事停着呢 怎么样 这个小房子 这个房间 哦 还不错 嗯 我们是姑娘 从那个网上订的 嗯 一晚上是 140多块钱 啊 房间干干净净的 新开张的 人生呢 其实就是一场旅行 嗯 无论我们是在家里 无论我们是在路上 啊 我们 退休了 都要把自己的生活呢 打理好 嗯 好好的爱自己 好好的照顾自己 啊 不负生命 不负时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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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